何啟聰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聽星期一晚繼續開市 美國的媒體報道 拜登已經開展 接任美國總統工作 大眾港股和夏泰駒的股市是做好的 看港股 今天恆指高445點 下週初段最高26172點 收市都收到在2600流上 收市報260016點 升了303點 升幅1.2% 成交都維持1680多億 而國指今天就收幅10633點 升136點 升幅1.3% 我想問Ivan 今天恆指上升26000 成交都算是會弱的 指數牛熊證的資金流有什麼程度呢? 是啊 指數牛熊證方面的資金流的話 其實看回市場 今天再是夾上 早段其實很快上過26000的 一度是失手過26000 收市其實都是在其多26000流上 看到我們在下週的時候的話 好友是有持續入場換馬的動作的 換回一些比較貼價的牛證 雖然說是貼價 因為恆指短期內升了不少 其實都跟恆指現價差距 都有一千點左右的收回距離 有一堆的牛證 就看到那個情況 可能覺得恆指整股過後 有機會可以再上 所以就進取一點點 換回一些高槓桿的牛證 至於淡倉方面來說的話 其實早段都有一些資金可以開淡倉 近期都是累積升幅比較大 但是淡倉方面見到大市 美市的時候都回順了一點點的話 都是傾向可能吃了壺先 就未必說拿倉 前兩天其實一直夾上來 其實我們都見到一些淡倉去新增 但是淡倉其實一直上來都是被收回了 可能淡倉方面來講 現在去到這個位的時候 其實都比較審慎一些了 嗯 新經濟股份 今天都見到有個別繼續創新高價的 好像京東那樣的9618 今天最高見到365% 而升了4元升幅1.1元的 它會在11月13日公布貴積的 資金樓方面的淡倉的資金樓 今天看到有沒有增加或減少呢? 是的 其實就看回它的淡倉的成交 或者是淡倉方面的資金樓的話 都見到近期是活躍了 我想這個雙11方面的帶動 其實都令到大家對於一些網購股 其實的興趣都大了 對 接下來再加上如果公司 都即將會公佈一些季度的數據的話 大家儘管就看看 接下來這幾天的時候 會不會這個股份 繼續成為市場的其中一個焦點呢? 嗯 幾天到21應該阿里巴巴都會受惠的 看到阿里巴巴的股價分明 就升了2.9% 收290.2% 升8.2% 但是距離上個月的高位 在309.4% 都相差接近20元 都還是螞蟻的站門上市 對它的股價帶來一定的影響 它的衍生產品的資金樓有沒有增加呢? 今天看到股價反彈了的話 又看到有些投資者先取消 因為先前就是上個星期五的時候 股價在出完規矩之後的話 有3、4%的調整 今天看到股價上了290元以上的話 反而就是有些資金就馬上獲利 可能等低一些水平再去補回那個倉 但是接下來都要留意這些網購股 會不會乘住31方面的銷售情況 有機會是表現回穩一些 特別可能是阿里方面經過先前的震盪之後的話 會不會可以走勢上面穩定一些呢? 另外美團點評3690 美團呢3690呢 今天也是創新高價最高見到338.2元 收就收335.2元升了8.4元 升幅2.6元 它看好的產品看不看到有投資者趁高位獲利呢? 看好的產品固然有些投資者獲利 因為股價一路是創新高 那看淡的產品的話 也都開始有些資金就是短線是流入 就是博國股價是有個高位回套的 但是整體就是如果美團點評就算是 升上來都好或者先前跌下去的話 其實那個資金流不算特別大的 暫時大家都是看好的 其實也都看到升了很多 這樣的話 我想比較短線 以及也都看回過去這段時間 做探倉的資金量 其實都不太好 另外呢就看到一些車股 陸續到12份的那個 吉利呢今天曾經是在狀況 近期的新高價22.2元 但是收就收21.05元 升百分之0.7元 它主期累積升幅都不少的了 那又看不看到它那些 衍生產品那些好倉有資金是來的 是啊 今天其實都很明顯的 那的確就是 如果你說看回吉利的相關那個 那個的產品那個營購證或者牛證 都看到有資金獲利的情況的 特別早段的股價升到上22元附近的水平的時候 獲利比較明顯 去到下午的時候 結果看到股價倒跌 反而20元邊就有些錢 進回牆 買回之後做牛證的 然後看到那個成交在那裡 都有一個回收的一個情況 看看接下來會不會先做一個支持位 就參考20元邊 下一個比較大的支持位 就要落到大概18元左右的水平了 增幅1.8% 那港交所的股價做好 看不看得到吸引多了資金流入它的純正產品呢? 是的 一度看到下午曾經是有資金追它的call的 不過看到那個升勢 就是後市 就是美市的時候跟隨大市流入回信的話 投資者又不是很敢去持有過市 但是如果你說看回比較利好的因素的話 的確其實你看到這幾天 那個港股的成交金額 一直都有所上升 好幾天都已經是漸漸的流上了 環球股市方面來說都是一個比較強的走勢 留意著如果港交所在380元附近的水平 整股過後市有沒有機會就挑戰400元這大關呢? 嗯 你說環球股市的走勢比較強 我們看到A股呢 這段時間的走勢也是轉強的 A股今天就高開高收 而且成交也有所謂的增加 上海呢 今天的那個成交呢 就有4,299億 深圳就成交了6,536億 所以兩市合共成交呢 是超過1萬億的 達到10,835億 比上一天增加了超過2,000億的 大市A股的成交增加 應該都利用一些內地的券商股 今天看到海通證券6,837 都升了接近6分之4 也創了這個月的高位 收了6.98億的 好像海通證券這一類的內地券商股 看不看到它的衍生產品 開始多了資金流入? 是啊 如果你說看回內地券商股的話 其實今天的確有一個比較好的表現 還有都比較少有地開始看到有資金 就是回流回到這個板塊的認購證裡面 就是看回很多內地的券商股 其實在過去這一段時間的話 都是一個維持在近期的低位附近 隨著內地股市的成交都是有所上升的話 再加上資金流金似乎有少許移動 大家不妨留意著一些券商股 看看接下來的升勢是否可以持續 可以參考一些比較貼價的營購證 如果一旦這些券商股的股價 是可以向上突破的話 不少這類的比較貼價短身證 其實都有不錯的實際槓桿比率 嗯 好到這裡 我們先休息一下 是的 師傅 看回大市 其實今天就是繼續鋪頂 還有都是繼續一個裂口高開的形態出現 早段開市的時候就上了去26,000 之後就一直在26,000流上發展 美市的時候稍微的升幅就收窄了一些 但是收市都叫做 站在26,000流上水平的 後市你怎麼看呢? 後市就其實恆子升穿了兩萬元之後 我就已經是看好那個恆子的大市 後市了 因為恆子就自從9月到現在 就形成了一個頭肩底的形態 那麼升穿了頭肩底的頸線阻力量度的上升目標 就可以見到26,500的 我看到上個星期就第一 完成了第一個任務 就是修復回到250天線 今天進一步是突破兩萬六 就接下來會向著我們那個量度上升目標 26,500進化了 是的 今天你也看到資金就繼續換馬去一些比較貼價的牛證上面的 明天新上市就會有一些更加貼價的牛證 如果看好的朋友的話 不妨留意這一批的恆子牛證 首先就有恆子牛證 69639 收回價是25,695點 一萬對一的牛證的選擇 另一隻恆子牛證就是69641 收回價是25,550點 一萬對一的恆子牛證選擇 都是明天新上市比較貼價的牛證的產品 至於如果明天未能夠站穩26,000的 先有一個後抽的話 可以考慮一些的紅證部署 分別有53516 以及高些收回價的紅證選擇 就是53517 53516這隻紅證收回價26,400點 一萬對一的紅 共甘比率45倍左右 另外53517收回價26,600點 共甘比率大概是33倍 一萬對一的恆子牛證 53516和53517 講完指數方面的產品 我們不如看看個別的個股方面的表現 好像譬如說 今天都有些股份表現得比較好的 譬如說京東 京東這幾天因為雙11方面的緣故的話 其實看到它的股價表現得比較好的 還有剛才師傅你也提一提 京東接下來都會公佈一些季度的數據 是的 它會在11月13日就公佈這個季跡 今天就再創新高價365.2 RSI仍然是處於一個偏強制的水平 今天是81以上 雖然沒有買 但是還未配持 而都以為還有力繼續再衝高 看來接著《雙11》那些數據 今年再創新紀錄的話 是不是可以為它的股價再帶來利好的刺激 看好和抵擔的產品可以怎麼選擇呢?京東 是的 京東大家都看到 剛才師傅你也說了11月13日 其實除了京東之外 700就是12日都會公佈一些季度的數據 這個星期其實都是不少的 科技股方面都會有一些數據公佈 京東方面看好的營購證選擇 可以參考有26562 26562行使價是431.88 明年3月份到期 實際槓桿比率大概是5.9倍的 Pot方面的選擇可以留意有26564 行使價是300元 明年3月份到期Pot 這個Pot實際槓桿比率大概是5.1倍左右 京東Call選擇就是26562 Pot方面就是26564的 講到雙11 自然阿里巴巴也會受到關注的 技術上來說看到它的股價就跌穿了10天、20天線之後 暫時都未能夠上10天、20天線 現在10天、20天線大概在295元的位置 接下來就可以收復10天、20天線了 至於回落的話也看到跌近50天線 大概282元的位置是有支持的 阿里巴巴的卵證可以怎樣選擇呢? 是的 看到阿里巴巴暫時的反彈 都是受制著10天、20天線 後市就留意著雙11期間 這些網購股方面的表現 這次那個網購股的表現 都可能會令人比較期待 因為疫情大家開始習慣了網購之後的話 第一輪的雙11的一個活動 如果看好阿里巴巴的股價 可以反彈從上10天、20天線樓上 可以留意一下call的選擇有29011 29011行使價是350元2號 明年3月份到期call 實際槓桿比率大概是7.4倍左右 阿里巴巴方面來說 也可以留意一些牛洪症去做部署 牛症方面的選擇的話 也陸續有一些比較貼價的牛症上市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有6504這一隻阿里巴巴牛 收回價275.8毫升 共感比率15.6倍 至於看淡的紅症有63735 收回價318.8毫升 共感比率接近8倍左右 講開這個雙11和電商 其實美團3690 都有開始涉足一些電商的業務 今天它的股價都在創新高 最高見到338.2 它的卵政可以怎麼選擇呢 是啊 美團點評方面的股價 繼續是十級以上 繼續去攀升 今天的成交方面縮了一些 但是股價仍然有接近2%的升幅 如果說看好美團點評口試 可以繼續向好的 我想留意call的選擇 可以參考一下26520這隻美團call 26520這隻美團call 行使價389.19 明年2月底到期確實際共感比率 就是大概5.4倍左右 如果說看淡的 覺得美團連升了一段之後的話 短期日有機會回吐 可以留意美團put的選擇就是16575 16575行使價就是273.88元 明年5月份到期put 實際共感比率大概是3.6倍左右 美團put就是16575 另外就是美團的牛洪證方面選擇的話 也可以參考一下 牛證方面可以留意一下 明天新上市也比較貼價高槓桿牛 有隻69604 收回價323.88元 遠一點收回價的牛證 有隻已經上市的65595 收回價313.78元 槓桿比率就是12.7倍左右的 65595 100對1的證來的 至於如果你說美團點評方面看淡的 紅證有什麼選擇呢 可以參考一下有隻54872 54872這隻紅的話 收回價就是368.88元 共感比率是7.3倍的 嗯 德里上個星期公佈了12份汽車銷量的數據 12份它的汽車銷量達到超過14萬部 從去年同期增長8% 而和今年9月比較呢 就增長11%的 今天看到吉里的股價呢 都一度是 看到22.2的近期新高 收就收21.05元 想問一下吉里的郎政可以怎樣部署呢 是 吉里的話呢 就看回那個股價 今天呢就是開高的 但是呢 就都有比較明顯的一個獲利回肚的情況 所以下午的股價其實一直倒跌的 收市呢就是都可以上升了 那接下來就比較急切可能要突破 今天的頂位是22.15元 因為連續兩天破不了這個位的 22.2的頂位 昨天星期五那個位是22.15元 連續兩天破不了這個位的了 也都那個捉身收窄的時候的話 那究竟是向下 有個後抽 只是進一步向上突破的話呢 那明天都比較關鍵 那如果看好的話呢 可以留意一下 call的選擇 16654 16654的吉里call 行使價22.8元 明年一月份到期call 實際的股價比率大概5.7倍的 那至於如果說看淡的話呢 put方面呢 也都是有比較貼價的選擇 那也都可以留意的 那這一隻的 如果你說暫時 如果上市比較的一隻put 就是這個16578 行使價17.18元 明年5月份到期put 實際的股價比率大概3倍 明天新上市 還有一隻就更加貼價的put選擇 就是17040 行使價就是19.18元 也都是明年的5月份到期put 明天可以留意它的表現 那還有就是吉里方面 牛洪政其實今天都看到有些資金部署 牛政方面選擇 看好的話可以留意 就是有65570 收回價19.5元 龔光給了9.6倍 洪政選擇可以留意55478 收回價22.8元 龔光給了7.5倍 最近大肆的成家活躍 每天的成家都保持有1500、16億 看來港交所可不可以再挑戰 和突破9月的高位396.8元 它的卵證可以怎樣選擇 是啊 港交所的股價的話 看到這幾天其實都是一個偏強的情況 但是就看看接下來可不可以試頂 剛才你提過396.8元 一個短期的阻力位 看看後市可不可以突破 如果看好後市可以突破 可以留意一下 call的選擇有26215 26215這些港交所call 行使價444.6日4 明年3月份到期 實際的槓桿比率大概是6.8倍的 另外牛紅證方面的產品 也可以一併參考 港交所的牛證可以留意一下 就是有64509 收回價371.8元 槓桿比率18倍 紅證選擇可以留意一下 就是有54115 收回價就是418.8元 槓桿比率就是10.9倍的 A股呢 最近的成交 今天也看到是多了 互心兩次的成交率是超過1萬億的 似乎那些券商股都可以留意一下 看到今天海通證券升幅都接近4%的 如果想選擇它的卵證可以怎麼選呢? 是的 如果想選擇這個海通證券的卵證的話 首先就看看它的股價是否可以突破 因為先前在7.1這個位置就有一個阻力 9月份曾經嘗試過就回回 今天也曾經逼過7.1的 留意著7.1這個短期的阻力位 如果看好 環球股市似乎有些reason的情況 國內股市也都看到成交有上升 可以帶動這些券商股的表現 海通證券方面可以留意一下 比較貼價的 這個比較貼價的產品27495 行使價708C 年底12月31日到期 實際貢獻比率大概是7.3倍左右 如果你想選擇長生一點的call 我們也有另一個產品可以提供 就是16673 這個就是行使價7.2號8 明年的9月份到期 這個實際貢獻比率就會低一點 大概是3倍左右 如果進去的朋友可以留意一下27495 保守一點的朋友可以留意一下16673 今晚時間差不多 剛才提到股份 Ivan 你有沒有持有? 沒有持有的 我都沒有的 明晚和大家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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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